麥榮 請描述耳統如何用這張紙做出一個直角 你要怎麼講? 請問一下這張紙怎麼做一個直角? 先则一半,再则一半 所以你要讲法就是 你要描述 他要先把他对折 然后再对折 请注意哦 如果你想说先对折再对折 你就是描述不满整 老师 我觉得很清楚的 这张是我的理据 理据不重要 跟你们讲话比较重要 你当前就算了 我把它对折 你说如果他给你的是 假设我给你的是一张纸 你说我不用折啊 我就拿这个角去量 错 为什么 因为你不敢确定 这个角是不是直角 它有可能不可以折 可能差一点点 所以你说 这个出题者算有良心的 他没有拿一张纸 如果他拿一张纸 长方形的纸 你说我就拿来量 你就错了 表示你没抓到key point 你说明明是四 你说这是不是直角 踩迁 通常我会踩迁直角 但是你不敢确定 理论上它不是 理论上 因为再什么样的机器都不可能那么准 所以你用它对折 你说按在对折 理论上要这样对折才是吗 是不是 这样这个直角才会出来 但如果你再对折一次 你还是没有直角不是吗 所以如果你讲说 就请儿童对折 再对折 这就是讲不清楚 他知道你要讲什么 但你的叙述不清楚 你这个 你就会得到一分 那你要怎么讲 你要怎么讲 我这样对折完之后 再从另外一边对折 让这条线对齐 这就是你的表达功力了 你没办法表达出 让人家知道说 你的对折是做这件事 如果你真的不行 没办法讲清楚 还记得我刚刚讲表征的转换吗 在这个地方 画图是否正式作答 懂我意思吗 我没有告诉你 我的回答不能画图 我没有说回答不能用表格 不能写方程式 都可以用 你只要改的人觉得 你有东西 我可以给你分数 你这一题你说先对折 然后你要怎么描述 另外的对折是垂直方向做对折 或者是说底边的那条线对齐它 你要用描述的方法 就可以得到两分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 你可以讲出来 确定是直角 我问你为什么这样对折 再对折 会比直接用它好 因为你不知道这张纸 原来踩定是不是直角 你直接量 搞不好你连一般的分数都拿不到 你对折你就会得到一条线 就会有一个平角对不对 那你再对折一次 你等于从一个平角里面再除以二 所以你可以描述说 因为这个这条线是一个平角 这平角认取一个点 你给它对折 就是180度除以二 所以它是会标准的90度 如果你这样讲 你这个就会得到分数 或者是你可以画一个圆 根据这个圆对折 再对折 用圆心角的方式 就是你用很多的方法都可以解释 但是如果你用对折再对折 或者是直接怎么样 那我直接两小戏来两 那这个你就得不到分数 我这样要讲什么 讲的意思是说 即使如果你从这一本里面 如果你去翻它的标准答案 尤其它可以选里面的 我们叫做评分标准里面 就会告诉你 如果你有达到 有抓到这个关键点 用叙述完整 你就可以得到 所以有没有叙述完整 或是叙述列完整 或者是有什么 有什么 它就会得办 这个请各位理解 所以keep one 还是永远最重要的 我们看看 您讲多少是多少 好了 好了 那这是第一本 那第二本 我觉得这本不只是教检 未来 如果你们真的顺利当一个老师 如果你要我桌上 要我说建议你们桌上真的摆一本 你们可以用的 可以参考的 这叫 国小数学教材教法108课纲 这一本 谁做的呢 教育部 你知道教育部发行 但就是定版 这个是要做什么 这个今年三月才出来 所以我的学生 你不要说老师 你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上二十几天才跟我讲 不是我跟你讲 是他出来之后 有一定会遇到你们了 那么如果我们群组还在 我可以把这个训练传出来 国小所以教育教法 这一本是在做什么 是因为各个私培了以前的大学 然后他们培育自己班上的 各个学校啦 你教材教法都不用数学 尤其教材教法 每个人上的内容都不同 用的语言也不同 用的专用的名词也不同 到时候教育部很难出 所以教育部为了要 让某一些事情大家公认 比较统一 他召集了一群人 包含了各科 这一本不是只有数学而已 他国文历史自然什么都有 社会都有 还分国小国中高中 共我印象出了四十九本 那这一本是找一群 那个私培的 私培的那些教授 常常教这个的 找一群人来作为 参考诱书 所以这本叫 国小数学教材教法 我把它研究出来好了 你们可能比较容易 看到这个 这本是 这本是如果你 考试 你这样说 为什么这个 教材教法它这样弄 你这里面都一定找得到答案 因为就是这一群人在出题 就是这一群人在审理 就是这一群人在干 你如果想要看答案 当然看这里最好 可以 可以理解 左边的这一本 那又 右边的这一本 其实我没有要 打广告 也没有推销 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个人我也不认识 但是我为了做这个演讲 我有到书商 书店去找几本 你们可能会用得到的 那我觉得数学这一本 我觉得看起来最 资料最齐全 它整本里头 是针对教材 如果你已经有了 就有了 没有了 不一定要买 就是去看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要 找一些来练习 它帮你的整理人 它就是一半 是普通数学 例如外面是教材教法 然后都讲得很清楚 做了练习题 然后主要是它对于 包含教材教法 或是普通数学 它在整理的时候 会有把它的理论放进来 也就是说你看这一本 不是只有单独的 看什么解题 你连概念都可以 这里得到一些 我觉得还不错 我个人认为 资料很丰富 所以参考 参考书我今天 大概就会只介绍这三本 如果你们很短 那这一本是一定 考完就没用了 大部分都没用 那这一本是即便你 考完了 你未来都可以用得到 包括你写教案 未来写教案 做教学演示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 学生为什么真的要学不会 它可以让你后续 专业知能都可以继续的 这是我推荐的 来做一些办例的介绍 那我们尽量平均分配 有一点点 辅述 有一点点这样才教吧 这些东西 我没讲到的 你不用担心 你们都会做 因为你们很容易看到 我们只是来做一些 学生可能才见的问题 跟办例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讲的 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会考什么 你看 将一个多边形 将一个多边形为一的 编长为一的正方形 然后把它平起来 然后以这一个一 作为等腰直角三角形 然后也把它这样接起来 然后他不是说 请问除了一刚开始的这一个之外 大概第几个 这个会废弃 这一题要考什么 功倍数 功倍数 对不对 如果 如果 它是两个不同的整数的话 就是考功倍数 这个概念就会接 例如说 我都编长多少的 拼成一个正方形 最大家人的正方形 你要找功倍数 求几个 这题目在讲这件事 但这一题 它多了一个概念 因为这边是1 这边是1 这边是1 所以1 1这边是根号2 理论上就是要问你 你知不知道 五里数 是无穷的 它不会有地方 你乘以倍数都会变跟整数一样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直接 永远不可能 你知不知道根号2 而且它已经可以暗示了 14 11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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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14 15 14 15 14 15 18 15 18 16 16 乘以整数才越乘越大,乘以小数会越乘越小,不是吗? 所以他要考这件事情,当你要考这件事的时候 你想要设计一个题目让学生产生迷失概念 或是产生,不是产生迷失概念 利用他们的迷失概念产生一个教学法 让他们产生认知冲突 认知冲突是破解迷失概念最好方法 你把这两个东西记起来 迷失概念对付他最好的方法 目前最有效是产生认知冲突 因为让他以笔之毛疯,笔之棍,其实是最有效果的 我一直认为这是对的 你怎么跟他讲他死不改 好啊,那你就用你对的方法做看看 最后发现你怎么会这样 然后对他的冲击很大 而且剧烈到他会绷截掉原来的迷失概念 那你要做这件事怎么办 就是我找一个会越整越小的数码 OK,如果你抓到这个点你就知道 那请问,我要用哪一个? 第一,因为乘它,让它跟它来比 不是用越乘越大,结果理论上应该要大 对不对,结果发现错了 所以这个是最容易诊断出来 你可以把它放在平凉,也可以把它 整身在认知冲突上面 所以你要诊断出来,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 就是用这个,用这一组 其他的呢?为什么这个不对? 你要跟前面的比吗? 这个比没有用,来看下一题 这一题就是普述的,我们刚刚讲过 如果你要采用我们的方案,我们刚刚在讲 那如果你要怎么写?写这一题 就把它算 就把它算 设一个位置数 这个最标准的方式是设一个位置数 你如果设位置数 例如说,剩一个人4x,这是4x 那它就是3x 对不对 这个呢 4x打6折 2.4x 但是它加一层的服务费 麻烦了这一层是从哪里开始算的? 原价的一层 所以会变成 0.4x 所以2.4加0.4等于2.8x 所以你去比2.4跟2.8跟3x 你就不用加来做 你就会得到分数 如果你不是这样 你可以假设 我原来有300元 假设一个人300元 啊 100也可以哦 你的100 你可以去算 你也可以得到答案 如果你 后面加一个以此类推 就有机会得到全部 否则你的叫做特殊例 或是 极端例或特殊例的话 你可能写完只会得到一半分数 我怎么知道你用140 用其他的是 不会 这个叫特殊例 所以你要差别 这个要辨别出来 好 那接下来下一题 这一题我们刚刚已经有讲过了 这是107年的范例题哦 来我们来看看 这个范例题普通数权 考这一题哦 我们来考什么哦 这个有答案 它有评量目标 但是如果你看它 如果你不去管它 你看 a1c结尾整数 b等于0 则代分数 a b分之c 你的值跟下列何种相同 它其实就会让你去解读 你知道是a加b分之c 也是考概念 这个概念在等积异型跟等周长异型 来 这个我特别讲一下哦 为什么我们不开一门课 我们应该以后像这种课 应该直接开一门 来一个 假设我给你相同的周长 相同周长面积不一定会一样 对不对 你可以知道吗 相同的绳子我可以维出不同的长方形 所以等积跟 这个等积它有可能 等周长不一定等面积 等面积也不一定等周长 这是学生很容易办的理事概念 另外还有 相同的面积它有可能形状不同 相等的周长也可能形状不同 所以就会有面积 周长跟形状三个搭配 每一个都有连接线 所以相同形状 有没有可能相同面积 但老师相同形状 面积当然一样错 相似型 不就是相同形状 但不同的面积跟不同周长嘛 这样懂我意思吗 全等才会相同面积相同周长 但相似型是相同的形状 因为形状没有大小 形状只讲它的形 如果你可以懂 所以这一题要考什么 这一题考的是 当我这个缩进去的角 是在角落的时候 它其实会维持相同的周长 我到底这边能不能看得到 当我如果我这个周长 是从角落先塞进去 我的面积会缩小 形状当然不一样 但是周长会一样 因为你把这一段 谷到这一段 这一段谷到这一段 所以如果你用这样的想法 你就会发现 这个题目 其实就是把一个原来 七跟八的长方形 在边缘 从边缘一直小 一直小 一直小 所以面积会怎样 变小 你知道大概面积变小啊 然后呢 周长一定会一样 所以这一题就告诉你 周长是什么 30 然后选他 答案就对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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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